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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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我们还活着 要好好爱惜这条命 多干一些有意义的事 我去修我的绝口 重整合道 你就好好当你的好官 三生死去的百姓可都盯着你呢 你给我记住了 告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派兵 去看一看 赵 见过施将军 起来吧 你们两个 我认得 你们就是刘国轩的儿子 说吧 要战还是要和 我愿施将军遵守承诺 这个自然 皇上三令五身 总督姚启胜执掌大军 我向皇上承诺过 断不报私仇 只要你们愿意投降 华下一土 我们还是一家人哪 郑将军请施将军率军上岸 从现在起 台蓬金马 已经挂上大青龙旗 自此华下一统 郑家人在何处啊 他们在国庆爷祠堂里 护天朝的乏落 欢迎大王朝 欢迎大夫 停 诸位 请让一让 让一让 请皇上的提贬 皇上的提贬 挂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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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台湾的父老乡亲们 都起来吧 起来吧 皇上千里迢迢 命我把匾 送到此处 这表明皇上的心意 皇上说 他十分钦佩颜平郡王 能够抗击异族 收回老祖宗的土地 孤悬海外 一片孤中 现如今华夏意图 第一件事便命我赠贬叩首 用以明治愿 台湾的父老乡 家伶口 一片孔 字兔 一片孔 不许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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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驾到 我说的没错 也不能让他们占点先机 挺有道理的 就他们那边 皇上来了 各位大人 皇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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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皇上 贺喜皇上 行了 就你们这么说 皇上 行了行了 一个一个说 皇上 奴才们实在是高兴的忘了礼仪了 这有此大功 皇上圣明 皇上圣明 皇上 现在应该赶紧安排人 整理台湾的户籍田地 重定礼仪 大家恩赏 让他们早日王化呀 皇上 今年户部河干海落了 没有能恩赏的钱了 应当弃台湾 锁国门 把军队撤到厦门一线 多箭炮台 如此可安 祖宗土地被人夺了 咱们打仗抢回来 说不要就不要了 是 是 是 太息人虎视眈眈 咱们一撤 他们马上就回来 正成功的心血 八旗士兵的性命 说气就气了 皇上 奴才以为 说气才论者 可杀 什么叫可杀呀 你明珠是不是又想往台湾安排 你说什么呢 死了这么多人才把这个岛拿下来 你说气台 你是不是拿太息人的钱了 血河喷人 谁拿钱了 血河喷人 谁血河喷人 谁血河喷人啊 我这说台湾的事 你说我怎么安排人 安排什么人啊 安排人也是力不安排啊 那跟你安排有区别吗 力不不归你管吗 是 我 你们等着 你还用动 我们连两人不把打天下 海上风浪那么大 去海上干什么 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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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岛民主这么少 放到内幕 根本地见不到人 我就不明白了 必须啊 必须啊 你还用动 人 必须啊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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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当心你们遇前时宜 安静 这件事情在意吧 把你们所想都写奏报递上来 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写 不会因言获罪 弃台的和守台的 所有的奏报全部都抄一遍 给侍郎送过去 让侍郎看完之后 照实回奏 另外 让侍郎 重新修缕郑成公祠堂 善待郑氏后人 侍郑回京的时候 把郑氏后裔一起带回京师 遗三 户部好好的给他建一套好宅子 地方呢你亲自去选 让他们越舒服越好 皇上 郑家不符王话 台湾是咱们打下来的 他郑家的这些后人 放到京师看着固然不错 可也犯不着这么恩遇他们 朕竟郑成公是个英雄 从太息人手上光复台湾 海外孤中 甚为不易 现在不打仗了 大家就是一家人 这 恭贺皇上 终于百战功成 今后皇上可以 与天下人一起 共享太平了 皇上圣名 皇上圣名 名相啊 所向亲临彭壁生辉啊 真假 来 把西山宅子前两天 给我送那个憋顿长啊 要最老最肥那只 这 所向 中午务必留下来吃饭 那憋老极了 群边都拖了地了 行了行了你啊 你啊 立部是不是正在你台湾的直官名单呢 依桑阿不是说朝廷有弃台论吗 皇上要是信他的 那就信出鬼来了 你赶紧的 把那名单拿出来 咱俩好好的研究研究 赶紧的 三宝殿 请啊 裙边真拖了地了 别老说王八 说你 这几个怎么回事 这些地方官啊 都是在地方治理有政绩的 不是我的人啊 当然也不是你的 皇上把这些优秀的官员 选拔出来 准备优先派到台湾去 也算是朝廷的一个恩典吧 我就不明白了 怎么 难道跟着你我的 就都是坏官 这单子皇上看过没有 我哪敢啊 您不看我敢第一张局吗 您还不打上门来啊 干吗呀 你要改我来 我 你 你 行了 我心里有数 听我说 听我说 这回你退一步 我也退一步 我的人就要这几个职位 你呢 也让出俩来 给皇上留账 这次怎么这么客气啊 你还没看出来啊 这不台湾拿下来了吗 哎 皇上 也不是以前的皇上喽 他现在啊 就是一尊真神 你看看朝廷之上 还有大臣敢跟他反着来吗 不是康熙二十年那会儿喽 他说一句 一桑阿就顶一句 他还不能生气 乖乖的得忍着 往后没这好日子喽 咱俩啊 都得小心点啊 要不然这次 咱俩就算了 怎么 要当好人哪 我告诉你 来不及了 咱俩斗 皇上乐见其成 咱俩要是一合 不 哎 那就死在一块堆喽 哎呀 这呀就跟台上唱戏一样 你说你抹一大白脸 那你就得从头唱到尾 哎 你说你半截下去一趟 再回来 红脸大汗了 你看着吧 看戏都不把园子砸了才怪呢 哎呀 那就是推车撞墙 没路走了 进府陈皇那么大的功劳 不也带着家在河道上干的吗 哎 你再看看啊 要是没什么大问题 赶紧让丽部交上去 我呢 让府里送俩小菜去 咱俩啊 喝一种啊 有什么好菜啊 嘿嘿 本来啊没想起吃什么 我一看见你啊 我想起来了 咱俩嘿 吃油炸大虾米 怎么样 我就吃这个 我这还没拖地 就你那肥啊 看你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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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祖列宗 选夜来给你们磕头了 台湾回来了 自此华下一统 各地虽有不敬 也都指日可定 这都是大清昌盛 三军效力的功劳 祖宗英灵护佑 必能成就远迈汉堂 青史永载的志士 是 我不会输给他们的 礼部啊 又送了一些番号过来 我一看我的名字 好家伙 前面一串十几个字 十几个字 要我看 三十个字都不鲜多 那是阿母对大清有功 皇帝说话呀 口不硬心 孙儿实在是不知道 阿母为什么不高兴 这虎的孙儿都不敢说话了 我是科尔沁人 科尔沁太平了吗 解决叛乱只是早晚的问题 关外是龙兴之地 咱们的人每年在那儿被杀被强 你说太平了吗 这事啊 我让索徒他们去办 找几个传教士 给他们的国主先礼后兵 写封信解释一下 不行就打 战则必胜 上一回啊 我没问你黄河的事 听说这回泛滥 殃及三个省 死了多少人哪 反正你说了我也不信 那些官报上来的 都是哄你的 皇帝 我要是你呀 我就不会出钱修园子 也不会信那些人的屁话 想想我们平三番 打台湾 紧张得一夜一夜 等着军报 我 真以为是你盛名啊 我不是对你有意见 我是忧虑 忧虑什么 我忧虑的是 那天我不在了 就没有人 和你说这样的话了 我忧虑的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我会想说 你是不是想要 你是不是很想念 我不是阻止 你不在哪里 就会说 我这有什么事 你会想到 我会想到你 干什么事 然后我说 你会想到我 但是我刚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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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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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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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的身份啊 说我这话犯忌讳 你是郑成功的大将 皇上可不愿意听到你说这个 你听我的 一会儿见了皇上 你只管磕头 其他的由我来说 皇上为什么突然召见我 是不是要杀我 傻小子 你说这话 也犯机会 皇上是宽容之君 怎么可能千里迢迢把你召进京师 就是为了要杀你的 你太高看你自己了 手 别老蒙的头犯机会 我刚提的头不习惯 说这话也犯机会 那怎么办啊 我告诉你啊 臣 施郎 林兴朱 觐见皇上 皇上万岁万岁 万万岁 赐座 来 起来吧 谢皇上 从台湾过来 这一路上天气怎么样啊 回皇上的话 天气甚好 各省的老百姓都欢欣鼓舞 赞颂皇上有 姚舜之风 不会拍马屁就别拍 咱们说说正经事 是是是 朕看了你的奏报 感觉颇有道理 到底台湾要不要气 这是个大事 朕听听你的意见 回皇上的话 台湾此地 北连吾快 南接岳桥 乃江浙敏月四省之护卫 若想守卫东南 须得海陆两处 海上及台湾 台湾自古以来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土地 怎么可以轻弃 说这些话的人 那都是不小事事的人 当年 郑家驱逐红毛对抗朝廷 罪恶实在是深重 但由此也留下了我中华一个宝岛 我今日撤兵 明日红毛便来 他们随时可以侵扰厦门 甚至会流窜到内地 怎么可以给他们留下一个安营扎寨的补给之地 这是从地理上来说 从人上来讲 台湾的王化久矣 同文同种 皇上你怎么可以忍心将他弃之 莫非让这些华夏子孙全都沦为一帮奴隶吗 还有 从物产上来说 台湾的土地肥沃 硫磺 甘蔗 露皮 木棉 无所不有 若在此地住房一万水尸 他们完全可以自给自足 那这一万人如何布置 台湾涉总兵一名 水尸副将一员 陆氏参将两员 兵八千名 在澎湖涉水尸副将一员 兵两千名 多驻炮台 增设舟舰铁皮炮船 禁足以震慑海将 退足以固守 你外出征战多年 见是长了不少啊 这一篇功臣台湾契留书 写得很好 朕已经让人抄路了 便发天下都府 皇上 这都是臣的荣点 一鱼之剑 谢皇上 起来吧 遮 这次本不需要 召你回来 但是朕 朕也想看看你 朕的主意已定 台湾怎能清气 若是清气 当初朕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 来组建水尸 那些张口闭口 说要弃手的人 只不过是一帮听到水 就头晕得满洲老人而已 皇上 臣还有一事想奏报 讲 臣在回来的路上 见运河安揽 黄河大志 甚为赞叹 闻说 晋府陈皇二人代家在 大堤上干活已两年已 心下策然 想替他们求一个情 这样实心认识的臣子 天下难见 恳请皇上恢复他们的官职 你还挺念旧情啊 是 皇上 臣在洪泽湖训练水尸的时候 时常会得到二人的照顾 也时常亲见二位置风目雨 苦战大河 臣的脾气和他们相投 替他们说几句话 那你说朕是应该答应你呢 还是不答应呢 莫不是你想当好人 让朕来当恶人 一个带兵打仗的 替河道官员求情 很少见啊 有大臣起奏 说侍郎是一个 志气不小的人 朕说怎么讲 他们说侍郎拿下台湾 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祭拜郑成功祠堂 然后再侍查农丧 上马能带兵 下马能管民 大有韬掠马 怎么 你台湾也有水患 还是说你将来当上台湾王之后 要让晋府城隍去给你帮忙 皇上 臣不知道是谁 在嚼臣的蛇根子 但是臣绝没有一丝一毫的外心 天地可见 鬼神可见 皇上可见 臣绝非是那样想的 皇上 你也算是个侯爷了 是大清的靖海侯 以后遇事 要多动动脑子 想想再说 朕想保全你 你也要尽力保全自己 是不是 谢皇上 臣再也不胡说八道了 出去吧 喳 你不胡说八道了 林兴朱 好了好了 你别磕了 磕几个就行了 起来说话 好将官 怎么又磕上了呢 行啦 起来吧 你是个哑巴吗 那朕问你话呢 怎么不说话 刚才师侯爷说 让我只管磕头 话他帮我说 他不是跑出去了吗 行了行了 就剩下你一个人了 你能说了 我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怕犯了机会 那行 朕来说 你是郑成功的将领 是 臣在严平郡王帐下 任藤牌兵的主将 朕听说这个藤牌兵的藤牌 是可以挡子弹的 是真的吗 是真的 那藤牌 都是以万岁枯藤制成 里面边有铜丝 头发 经过火烧和药水淬炼 最是坚韧 一般的火枪弹丸 根本打不透 臣这次 带了二十名好手的到京师 皇上若想看 带臣安排 走 现在就去看 不用等安排 皇上 起来吧 凌兴朱 凌兴朱 你不起马吗 回皇上 藤牌兵原不起马 身为主将也不起马 臣虽是主将 也是藤牌兵的前锋 不起马 主将做前锋 好 好 你倒是命长 这二十位呢 是我郑皇旗的骑兵 他们都得过巴吐鲁的称号 是勇士中的勇士 他们用火冲 你们用藤牌 能对付吗 请皇上的事 怎么叫对付 对付嘛 就是打个平分秋色 如何 不可 或者说 你们的藤牌能够抵挡住 火冲攻击的第一轮 朕就算你们赢 一旦下场争斗 臣怕伤到这些兄弟 皇上 奴才不用火冲 一人一毛 就挑了这些家伙 都是大清的官兵 不要闹义气 朕就是想看看 藤牌兵的战斗力 点到为止 下场 是 是 你们真不起马吗 我们可是减了便宜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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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跟我在死人堆裂滾过来的 今天你别丢了面子 是 头脑发昏了吗 连斗都不要 十个人掠后 轻易不要上了 是 剩下的人跟我上 是 逼我踩死他们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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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驾 驾 抓 这是我们的 想干什么 闭嘴 他们这是击我们出来 出来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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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ove我闭嘴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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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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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